这一期视频的10分钟内让大家了解我最近的天天的日常 所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印度小哥长江 视频的开头我开始洗澡了 你们觉得奇怪吗 我说哎 本来是让大家介绍我的日常 所以这么开始吧 好现在我准备好了 准备去本地的一个做水书 拿了一个空瓶子 不想水掉下来在我的书包里 还有从家里准备的我的午饭 眼睛包 还有其他的书本 还有我的平板 我热爱的小米平板 不要管热泽 就看世间贝 早上的9点半左右 我已经到了这边 这其实我妈工作的医学员 也可以说医学大学吗 所以这边图书馆旁边有一个做水书 所以我找了个办法 天天来这边 这边基本上来的学生都是医学生 要么是医生 要么是教师 都是关于学艺的吧 这边还有个机器可以拿冰水 所以你们知道了吧 我为什么拿的是空瓶子 虽然环境一角 但是很合适我 因为我周边都是医学生们的环境 还会帮助我 做着这边几十个小时 自学 那么今天的自学开始吧 我想准备到印度制造考试 要考19个科目 所以到12个月 我需要把所有的科目准备好 所以你们理解吧 一天的24个小时 对于我来说还是少了 但是我还在意事实保持 还想努力 还想增加努力 所以有时候睡得不够 到那里可能会觉得有点困 但也没关系吧 因为在业部努力 怎么会得到 你们想要的美好的未来呢 已经到中午了 这边有很多摩托的停车场 也有很多车子 我的摩托都在这边 因为在那里面 不允许吃饭 所以我就出来了外面 夏天的日子你们都理解吧 45度的天气 也没事吧 几分钟就好了 吃完就再进去 所以我有事这样出来外面 买点冰咖啡 觉得捆着喝咖啡吧 而且买那个咖啡的地方 离这个图书馆不是很远 两分钟就到了 所以比走路开摩托还是挺蛮舒服的 打开 把我的房盒拿出来 有点舒汗了 快去找银两个地方 你们那边能看到一个小屋子吗 就是买一些饮料 咖啡的地方 这边医学生男情是不太远 所以他们可能下课上课的时候 这边买一些饮料的 也有一些吃的 冰淇淋之类的 还能找到雪糕呢 这边他们还放了很多椅子 这是我的饭喝 所以我这边买了一个果汁 还很好了 我头上有一个很大的书 这么热的天气里真的有树下的银两的有用 贫富差距确实大 他刚才过来这边问我给他买点吃的 我就给了他从家里带的一些苹果 前面走路的白大衣的医学校 都给他买牛奶了 确实吧 在哪都有坏和好人 也就是说有很多善良的人 总是拿几个不好的例子 我们就不能说 那个整个国家是那样的 送随身的小车也过来了 就是这边工作的医生们的孩子 因为他们也有这边他们的房子什么的 我就把夏秋这样开始吃饭了 确实现在45度 但你们可能会说 看到我这样子还是挺舒服的 真的是舒服 我不知道是啥感觉 但是有饮料嘛 所以感到不是很热 快吃饭回去特殊馆里 这就找到了空调下的位置 我该不说话 好好地看书吧 不能打扰后面的小姐姐 这支视频我一两天没拍的 所以拍一整天 因为不是很方便吗 所以你们可能会看到 我不一样的衣服 我给大家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总有一些人他们有刻板一项 就是整天有45度的温度 并不是这样子 你看一下到中午 比如说两点三点 到下午的时候更高的温度 四十四 四十五 再低下来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二 到热落 更低下来 会更舒服 因为每天晚上 基本上都有凉快的房 所以白天和晚上的温度差别都会到十五度到二十度的差别 看一下每天只十五天内的最高和最低的温度 四十四 三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之那样子 又开始学习了 其实我后面的那位置已经有人 但是又有人进来 问我这边有没有人 所以我总告诉他们 这边有人 你们可以其他的地方找位置 我旁边的那个人就问了一下他 他是大二学生 说他有什么问题 他就过来问我一些问题 他就在这个医学院里学习 就是这边的医学生 不像我一样的六学生 已经下午了 我就出来了一下 观光图书馆前面的公园 所以我上次拍那个视频的时候 就在那个公园 现在温度比较舒服了 因为快要到日落的时刻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公园的人会越来越多 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边还是有一些学习王秋的小孩 都是这边工作的 医生什么的孩子 这边就像小时会 有运动的地方 有住的地方 有上班的地方 我穿了一些拖鞋 这个地方就在修改中 所以有点破坏 但是当他建立好了后 肯定会完美的 这么下去 天已经黑了 快到晚上的八点了 我正回来家里了 现在就换衣服 换个裤子 穿个短裤 准备去另外一个公园 就是离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 锻炼身体 到八点半了 这点还是有很多人 在散步 在锻炼身体的 基本上工座旁边 房子的人更多 我开始了 首先做漫漫的日升 累了还继续走 你们可能会问我 谁在拍我视频 好主意 我带了阿树 就是我琴弟弟 给我拍视频 要不然谁会帮助我呢 整天的睡觉后 这么出来 我会感到很舒服 看看人们的生活 看看孩子们在玩游戏 看看公园里的盆船 这段时刻里 我可以忘记我其他的烦恼 再呼吸新鲜的空气 不管外面的街头多破坏 我还是给政府点个赞 他们把这些公园 弄好得很好 而是绿化也很不错 滚完了这边的一圈 我继续运动吧 我继续运动吧 我也是这些公园 喝新鲜的甘蔗汁 是多么的爽 你们能理解吗 他们里面还会加一些薄荷和柠檬 就会变成更爽 弟弟就喝一元的 我喝三元的杯子 夏天的时候到处外都可以看到 买甘蔗汁的人 有健康有好喝 你们一定要是说 回来家又开始了做学习的节目 我在复习 我白天学了傻 躺着床上看书 看一些问题 看一些话题 困了就睡觉 差不多睡觉的时间到了 关一下灯 今天的日常就结束了 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给我点赞 同时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